里斯本和Central电影节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今年把第十三届抗争奖颁给我 我非常荣幸得到这个奖 由于我的护照 在我去巴特罗纳支持香港的时候 被中共派人抢走了 所以这次我没有办法自己到里斯本去领奖 所以也非常感谢黄把这个奖给我送过来 我们见面交流 那么在这里呢 我向咱们电影节的朋友们特别感谢 还有来参加电影节的各界朋友们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说 这个抗争 作为弱者 向强者说不的一种另一种说法 或者说抗争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弱者向强者反抗 那么事实上呢 作为弱者 没有太多能够与强者或者有独裁暴政去 讨价还价去对话的这个资本 即使是有了对话 那也是暴政 独裁者向弱者向被欺压者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让你去遵取 所以对于我们抗争者来讲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人权 要推动社会公正 我们只有抗争 也唯有抗争 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权状况 才能够维护我们的自由 才能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进一步和发展 那么在独裁国家 这个独裁者往往会把抗争者描绘成暴力者 或者施暴者 或者是描绘成一个政权的敌人 国家的敌人 但事实上 作为弱者 通过抗争 不得已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那他既不等同于与这个国家作对 也不等同于与政府作对 那反对一个专制暴政 特别是反对一个专制独裁党 完全不等于反对政府 更不等于反对这个国家 跟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 都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人民天然就具有颠覆专制暴政这个权利 这是人民正当防卫的权利 那么在人民的经济 财产和身体等人权状况受到迫害的时候 人民有形式正当防卫的权利 这是符合国际法 所以我觉得对抗争来讲 是每一个个体天然就具有的权利 那么今年是抗争年 大家可以看到发生在南美洲的巴西 以及法国非洲等各国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抗议事件 此起彼伏 那么我期待这一次的抗争浪潮 能够彻底把造成人权灾难 造成不自由 造成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这个专制暴政 彻底扫尽历史的灰烬 让人类再也没有专制暴政 全面的实现民主 尤其是发生在香港的抗争 大家看到最近中共竟然用这些武警 全副武装拿着盾牌 向中文大学等香港的各大学里去攻打 有一个学生在中文大学里 竟然检出了各式各样的子弹壳 包括催泪弹壳等其他弹壳 1356 大家想想 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政权 会对一个大学采取这样的攻势 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面对共产暴政 我们必须携起手来 将它彻底砸烂 扫尽历史的灰烬 这是人民的权利 使用武力对付暴政 这不是暴力 所以即使在民主国家 我想民主制度也不是一个百分之一百完美的制度 它也是需要发展进步完善的 那么需要让这个制度更公正 那是从独裁到民主的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 即使实现了民主 那让这个是民主国家的法律更趋文明 更趋社会公正 更合理 那也需要大家去走上街头去抗争去努力 所以即使在民主国家 我们也需要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好 为了让法律更公平公正 那么也需要采取一些抗争措施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 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我们去努力坚持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那么更多的一些内容 我希望我在这个电影节闭幕式的时候 能够通过Skype连线和大家探讨更多 期待那个主办方能够安排好翻译和连线 谢谢大家 我们日后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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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